秦綱被拆反? 外交系統內部全相反的說法 台灣部署大型船艦守衛太平島 中共一帶一路從基建轉向紓困 何立峰訪美與耶倫見面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志君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3年11月8日 星期三 以下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共前外長秦綱在短期內大起大落原因不明 被認為反映了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受到挑戰 日前中共中紀委的一篇文章 被解讀為不點名提到秦綱的問題 暗示他可能被拆反 但11月6日文革史學家宋永毅透露 中共內部流傳著相反的消息 最新一期中國紀檢監察雜誌 針對外交領域發文 說要防範外事官員以外謀私 文章說外交外事幹部處在對外交往 特別是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 駐外期間幾法道德草首缺失 被深偷測反和拉攏腐蝕的風險相對較高 香港星島日報評論說 秦綱出事 盛傳就是在駐外期間黏花野草 中紀委的這篇文章 令人聯想到劍指秦綱也很正常 不過 宋永毅在台灣華視三國演義中說 習近平為了三連任 廢除了鄧小平制定的接班人制度 沒有了皇太子政治 不設立接班人就一定會亂 秦綱出事是因為這一點 宋永毅從中共外交系統聽到內部消息 外交部這幾年涉及非常大的貪腐 一些細的國家要在一帶一路上獲得好處 外交部將錢交給這些國家的時候 獲得很多回購 習近平就任命秦綱做外長 準備處理外交系統的貪腐 這樣就造成中國外交系統的全面緊張 不僅是因為要查貪腐 還是因為秦綱是彭麗媛選的 彭麗媛好看好秦綱 外交部懷疑 習近平想培養秦綱做接班人 秦綱如果一步登天 他們就沒有生路 接下來聯鬥就開始了 就一定要把秦綱拉下來 宋永毅說 所以秦綱和傅曉庭的事就被爆了出來 還有其他習近平最怕的事 包括秦綱可能和外國情報部門有關係等等 只要動搖習近平對秦綱的信任就行了 習近平只要有懷疑 他就會把秦綱撤換 宋永毅說 習近平打亂中共統治體制之後 中共紅潮政治大亂 現在為習為尊 習近平利用內庭 也就是中共中辦和書記處進行統治 所以 以蔡奇作為大內總管 權力無限膨脹 宋永毅聽說 在秦綱倒台這件事上 蔡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奇教訓王毅的時候非常嚴厲 要王毅做檢討 王毅痛哭流涕 宋永毅總結說 中共內部的平衡被打破 習近平權力高度集中 必定會造成內庭座大 等無政治橫行 他認為 歷史是循環的 文革期間的很多事 在我們面前一一重現 例如文革期間死了一個總理周恩來 就是被毛澤東害死的 毛澤東就是不讓周恩來開刀 結果周恩來死於旁肝癌 李克強可能就是這一幕的重現 毛澤東去世的時候 中國曾經出現政治大動盪 習近平未來 會不會也為中國帶來類似的風波 宋永毅說 習近平的晚年 可能是第二個毛澤東 在與天鬥與人鬥當中 將自己好幹 但是習近平也可能是第二個普京 如果他要打台灣 就會引發全球的戰禍 對人類造成災難 台灣國安局長蔡明宴 11月6日表示 台灣海巡署 將會派遣船艦 潛往南中國海爭議海域 對最大的島嶼太平島 進行禮行性的巡航 未來也會派遣船艦 陸續部署到太平島 太平島不僅是南中國海爭議海域最大的一個天然島嶼 而且也是唯一一個擁有淡水的島嶼 太平島一直由台灣控制 目前大約有200人駐守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杜威號驅逐艦 11月3日 在南中國海進行自由航行 曾經逃經太平島周邊22公里柱水域 而中國海軍的一艘驅逐艦 這個時候也都現身在同一海域 並且和美國海軍艦艇發生對峙 隨後第七艦隊發表聲明說 一個幾世紀以來 美軍每一天都在南中國海開展行動 他們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夥伴密遷協調 共同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促進安全和繁榮 只要國際法允許 美國就會在任何地方 飛行、航行和作業 對此 台灣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在質詢時 對美中海軍艦艇迫近太平島表示擔憂 他還提到 在太平島上 都可以目擊美中艦艇之間的對峙 所以他特別擔心 雙方發生不可預測的擦槍走火 本台記者在7日 採訪了台灣前駐法國特任大使呂興隆 他表示 雙方的對峙 並不是想改善環境或狀況 各族就是各自展示各自的肌肉 但是不會直接避免對撞 這是大國或強國之間可以見得到的策略 要避免擦槍走火 對於這次衝突和台灣大選的關係 呂興隆認為 衝突對中國也沒什麼好處 拿這個來押台灣的選舉 我不認為與台灣的選舉有關 太平島過去曾經由台灣軍方駐守 訓練有數的海軍陸戰隊 也曾經在太平島駐守過 但是後來海軍陸戰隊撤離 目前太平島由海巡柱負責守衛管理 呂興隆說 所有的緊張氣氛 用民防部隊的方式 這是一種善意的表現 也是一種被挑釁的解讀 美國智庫A-Data 警告 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轉型 如果美國與G7的盟友 希望在影響力競爭上戰勝北京 必須深入分析中共的新戰略 本台在8日採訪了 《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王清龍 他表示 美國智庫指出 現在中共的一帶一路計劃 已經進入到2.0 這個提醒非常重要 首先是中國沒有錢了 他說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自顧不暇 已經沒有這麼多錢來做這件事 更何況 還見到西方也提出了一些替代的方案 例如今年 習近平缺席的G20峰會 就通過了一個 由歐美國家聯手從印度經過中東 然後到歐洲 這樣一個新的一帶一路 另外 中共的一帶一路也做了轉變 大概有3個方面 第一個重點是 它不再像以往一樣 提供低息甚至是免抵押的資金 第二 開始強調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 和環保成本 還有一點 就是這些承受著旁大債務的國家 沒有能力還錢 中國政府鼓勵它們做貸款 但是都是用人民幣來造價 其實是用一個迂迴的方式 開拓一個新的國際化的渠道 人民幣雖然在某些國家 譬如說和伊朗和俄羅斯的貿易 已經開始有一個專項的使用 但是它不能夠成為國際貨幣 所以影響非常有限 但是現在 這些大量欠中國錢的國家 來和中國政府借錢 以及接下來在當地的建設 或者其他投入的發展 和中國兩邊都是用人民幣來計價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新的 屬於人民幣範圍內的 一個國際金融環境 用它們的話術就叫做優化 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 如何有效調整對策 應對中共的轉型 擺脫中共的依賴 黃青龍說 我覺得西方現在能夠做的 還是今年G20所通過的 取代一帶一路這個方案要首先到位 因為之前它們畫了很大的一個餅 到現在為止 到底能夠有多少的資金投入 以及有多少國家能夠形成 來擺脫對中共的依賴 其實都還未見到 等於說 一方面在西方這一邊 應對的方案還未真正落實 而中共它本身的一帶一路 已經在這裡進行轉型 我想這是一個新的局面 值得高度關注 中國外交部宣布 應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的邀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將會在11月8日至12日訪問美國 也倫將會在舊金山回見何立峰 加強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對話 也倫在《華盛頓郵報》 讚稿表示 美國正在尋求和中共的良性競爭 對北京不公平的經濟行為 例如大規模使用非市場工具 市場准入壁壘 以及針對美國在華企業的強制行動 都應該有所改變 據《路透社》報導 一名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表示 美中雙方將會有更加頻繁的互動 這不是我們以一物換一物來進行交換政策 針對中共將會繼續向美國和全球市場 傾銷更多的製成品 耶倫將會警告何立峰 停止向中國國有企業大規模的工業補貼 也不要拒絕美國企業的市場准入申請 耶倫強調 他和何立峰的回誤 不是在重建奧巴馬時代 廣泛的美中戰略和經濟對話 因為這樣是無效的 耶倫表示 他要取得切實可行的進展 不是簡單的供應鏈多元化 或者叫美國企業大規模撤出中國脫鉤 今年的7月份 耶倫在訪華期間首次會見了何立峰 自從劉鶴退休之後 何立峰已經成為中共主管美中經濟和貿易問題的負責人 根據白宮發布的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 將會在11月11日至17日 在舊金山舉行的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期間 和習近平會面 外界認為 2023年中國經濟形勢不好 所以中共尋求穩定的中美經濟關係 而拜登政府也希望降低戰爭的風險 這是中美合作的一個機會窗口 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 一共有3,400家參展商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5日資訊進博會說 中國將會堅定推進高水平開放 總理李強也在開幕式上說 保護外商投資權益等等 但是中國歐盟商會批評中共政治造秀 目前 全球民調巨頭美國蓋洛普公司 正在撤離中國市場 美國資產管理巨頭先鋒集團 也關閉了上海辦事處 而其他一些跨國諮詢公司 也在採取措施 減少在華業務 中國的國安人員 曾經突襲搜查過 美國諮詢公司貝恩諮詢 調查公司美斯明智集團 以及諮詢行業的領軍人 海盛容英的辦事處 中國政府今年 還對《反間諜法》 作了進一步的增補修訂 不僅號召全民觸間諜 而且還將所有有關 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 數據和文章 都視為國家機密 所以中國歐盟商會3日批評 中共舉行進口博覽會 更像是政治做秀 並呼籲中共採取更多的實質措施 來恢復歐洲企業的信心 對此 台灣財經專家王世聰 對新唐人說 我覺得外商不會留下的原因是 隨時會遇到政策的不確定因素 外資入到中國 不符合中共的意識 很可能是逃不出中共的掌心 既然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影響之下 去投資來做什麼呢 大陸企業的黃先生分析說 當局和阿富汗塔利班 哈馬斯、俄羅斯 這些聲名狼藉的國家做朋友 也嚇走了外資 黃先生強調 中共和歐美民主國家交惡 也導致外資不敢來中國 而中國的私營企業 也對中共體制喪失信心 一個是人口紅利消失 一個是地皮紅利消失 再有就是外貿訂單大幅消失 然後就是外來投資也大幅消失 一旦到了中國 沒有外資、沒有外匯儲備 沒有辦法做到入口糧食 造成飢餓的時候 那可能真是無法維持現有的體制了 這節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按讚、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會 包裝改-相聲 自然跟建立便 來抱哉 不可笑